主要集中在四個部位 第一就是膝頭膏 膝頭膏經常聽人說跑者膝 其中包括Ileotibular Bend Syndrome 痛症在膝頭膏的外側 第二就是Pathelopharmal Joint Syndrome 痛症集中在膝頭膏的前面 第二如果經常跑步 小腿都有機會出現痛症 包括Medial Tibular Stress Syndrome 這類型的痛症通常是跑步後特別厲害 還有Chronic Extructional Compartment Syndrome 在超馬或馬拉松的運動員比較常見 再下一點去到觸懷關節 包括關節的咬柴 另外有阿基里士根的炎症 和觸底筋膜炎 最後最後了 腳掌也是一個常見的地方 腳掌有機會出現壓力性的骨折 首先要有適當的休息 如果休息後都有疼痛的話 就要盡快求醫了 一般來說 醫生有以下幾種治療方式 藥物治療方面 包括消炎止痛藥 現在有些新型的消炎止痛藥 對腸胃的傷害已經減少得很好的 其次包括物理治療 做回肌肉的強化和柔軟度的訓練 最後如果是藥石無效的話 就可能需要進行手術治療 首先要有適當的拉筋運動 我們除了熱身之外 還要做足夠冷靜的運動 第二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交叉訓練 避免同一組肌肉長期勞損 最後當然要量力而為 避免no pain no gain的概念 如果真的有痛或者不舒服的話 就要休息或者要盡快看醫生 跑步是一種很好的大洋服從運動 對於骨落健康和心肺功能 都有顯著的幫助作用 所以大家都要有時間做跑巧步